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直就像新家一样 辛苦了一整天 汗水总算没有白流 干净是干净了 可是那堆东西怎么办 哇 这些都是清出来不要的吗 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 别担心 我知道有人在募集物资要送到非洲 我们可以把这些拿去捐拿 对耶 请就医又可以做好事 真是一举两得 太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美丽 今天你找我吃冰 有什么事吗 嗯 我是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常去做义工的爱心基金会 正在募集物资要送去非洲 但是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需要人手帮忙整理 没问题 这么有意义的事 我一定会去帮忙 太好了 哇 这么多物资 大家真的好有爱心哦 有爱心是一回事 但是在做爱心的同时 是否懂得尊重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嗯 尊重 什么意思啊 等一下开始整理 你就会明白了 哇 这么夸张的衣服 还有超高的高跟鞋 平常又怎么穿啊 问题太不实用了吧 还有呢 这内衣这么破 嗯 还有袜子颜色也不一样 给谁穿呢 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这些东西怎么有点眼熟 你看 非洲这么热 根本不需要雪靴 大衣 毛线围巾啊 大家有爱心 却不够用心 用心 很多人都把送物资 当成就医大扫除 把不要的东西当垃圾送出来 却没有想过受捐者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受捐者 收到这样的物资 难道不会困扰吗 好像会很困扰 不过他们收到这些东西 如果不需要 直接丢掉就好啦 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这种丢垃圾的心态 他们一定感受得到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却在无意间 伤害了受住者的自尊心 对 我也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 卷物资是做工艺 用意是互相帮助 而不是把不要的东西 当作落色盲目地丢过去 我懂了 自以为是的付出 却忘记尊重 真的很糟糕 说到尊重 上次我在育幼院 陪小朋友写功课 结果遇到更夸张的例子呢 一定要写整齐哦 你看 这些小朋友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 是不是好可怜 我们每个月捐的钱啊 就是拿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饭吃 可以上学 你看这些没有爸妈的小孩 都知道用功读书 只有你一天到晚 嫌爸爸妈妈烦 哪天就把你送来这里 体验没有爸爸妈妈的感觉 美丽姐姐 那个阿姨是谁啊 为什么要一直说 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说我们好可怜 有些大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哇 这样真的好夸张哦 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好没礼貌哦 一点都没有顾虑小朋友的自尊心 那个阿姨 因为平常有捐钱给育幼院 所以就临时带女儿过来 机会教育 其实来育幼院 探望小朋友 一定要经过同意 带着发自内心的关爱 而不是像来逛动物园一样 对 被帮助的人 也需要有隐私和基本的尊重 在付出爱心的时候 如果能多一点细心和尊重 受住者一定能感受到的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爱心啊 还不如不要有 原来在做好事的同时 要注意不让受住者觉得自卑跟难开 也是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呢 所以我妈妈常常提醒我 我们要感谢受住者 让我们有助人的机会 成为手心向下的人 哦 手心向下 也就是说 我们有能力为他人付出跟奉献 说得真好 美丽 我们真的要谢谢受住者 啊 我们一直讲话 都忘了还有这么多物资要整理呢 嘿嘿 没关系 今天我陪你一起加班 嘿嘿嘿 嘿嘿嘿 帮助人是件好事 但是千万不能有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的态度 要懂得尊重 不要一厢情愿地付出爱心 也要考虑对方的隐私跟尊严 并不是出钱出力的就最大高人一等 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多一点细心跟同理心 才是真正的爱心 不过 别他爱心 不过 无论好的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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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